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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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胡说八道些什么 舅舅 不是我说你的 这君兰的婚事已经搞定了 这您也了了一桩心愿 以后总得为自己想想吧 我又怎么了 您现在呢 是这个钱也有了 地位也有了 心愿也了 三缺一啊 总该找个合适的姑娘 伺候您的饮食起居 好想想清福嘛 你说到哪儿去了 我这么一大把年纪 高不成低不旧的 我到哪儿去找合适的姑娘 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呢 你说什么 那我说出来 您可别骂我 家秀不是挺现成的吗 狗嘴里头吐不出象牙来 您啊 不要一拖再拖了 这万一把你的女孩子的青春给耽误了 那可就要遗憾终身了 是你啊 没关系 你继续讲啊 反正我也听不到 这什么意思啊 你不要再装糊涂了 你跟着我 在房间外面偷听我跟居民讲话 因为我不知道 真是从何说起 从何说起啊 舅舅 我可是一直都跟您在一块 您要替我评评礼 评评礼啊 好了好了你不要在这儿 惹事生费 快快 我回去 我啊 真是倒了八倍才 白天也会撞见鬼 你说我啊 我以为撞见鬼的是我啊 这家秀啊 其实啊 这太元呢 他也是他好意 你不要跟他计较 我怎么会跟他计较呢 他是你的外甥 只不过 他做事情的作风 为了太小的作风 哎 不加秀啊 哎 哎 阿秦伯 你的腿还没完全好 我来我来 我来 来来来 让我来我可以来了 秀伟 你干嘛 你要牵着自己动手啊 嗯 当然了我可以啊 哎呀你怎么行啊 肩不能挑手不能够提的 我看你不要在这儿撑腾了好不好 哎 谁说我不行的 你看啊 好了好了 你们都不要说了 我还是我自己的 我自己的 来来来来 哎呀 嗯 秀伟啊 我看你也少喝一点 早点回去睡 啊 嗯 这么早回去干嘛 还不是会抱 抱那个海味 看你看你看你 不能喝你就少喝一点嘛 你一喝就醉 哎 谁说我不会喝的 我是没有出息 不过 我的酒量 可不错 我看你 今天非喝醉了不行 喝醉就喝醉 有什么了不起啊 我呢 现在是老板了 喝醉了 明天不用上工 哎 你明天也不用上工好不好 哎 哎 不是上工不上工的问题啊 是你的身体受不了 嗯 身体 身体有什么受不了的 现在我娶了那个什么 什么 女鬼 女鬼 新娘呢 就是女鬼 我这个没出息的 就是新郎 现在是什么时代 哎呀 还要娶什么死人牌位 我是男生 什么珍洁牌坊 三珍九恋 相悦 哎 只不过是当缩头乌龟 哎 当那个什么礼教的牺牲品 我真没出息 我真没出息 要他们翁家出钱来帮挖矿 现在我当老板 又当什么祭品了 嗯 祭福他骂我骂的罪 我 我是真没用 不过 他是我最强的情敌 我 我不怕他 大不了 我就跟他一起拼 好啊 现在 他们每一个人都这样欺负我 嗯 我 我就喝醉 我拿一把刀刀 开那个日本鬼子的头 然后呢 我就把所有的老酒 喝在我的肚子里 喝在我的肚子里 齐伟 齐伟 不能再喝了 我父亲呢 在书房 来 祭福 进来 你很久没回来 你很忙 再忙也要吃饭 难道说吃顿饭 也会耽误你的工事吗 反正一个人陪你吃饭 我加进来 好想也是多余的 我觉得你说这话也是多余 你最近忙什么 还不做那些事 有没有跟斯敏见过面 有 他来找我 都是为了一些工事 什么事啊 你帮他办好了没有 他一个朋友 从满洲来 没有在镇间 被县命令给抓起来 他冒充是斯敏的爸爸 本来没有问题的话 我是可以保他的 但是 东京方面下了一道命 要仔细调查他 父亲 我可不可以请娟姨帮忙 可以 可以要我为你帮你 能帮忙 我一定尽力 那我就等候消息了 那我就等候消息了 思敏这几天不吃不睡 情绪很不稳定 你去劝劝他 这是我们来台湾第一次喝咖啡 来 我敬你 那有敬咖啡的 诚意啊 以咖啡代酒 好香 好苦 我忘了放糖了 谢谢 够了 好香 父亲刚刚来找我 说你最近心情很不好 我在讲是不是我做错了 因为把高大叔的事情办好 怎么能怪你呢 你都尽力了 其实照理 高大叔的案子 不应该会闹到东京方面 这里面一定有文章 依你看 会很严重吗 我也可以搞迷糊了 不过你放心 会尽量做 谢谢 你是不是还忘不了董七伟 说这个干什么 其实我是希望 董七伟这家伙呢 最好从此就消失了 可是我刚刚来找你的路上 我就想 秋生这小子消失了 我们的思敏 我们的思敏 就此不相当了 思敏 不要太压抑自己的情感 董七伟那小子呢 是个懦夫 但是如果你 真的忘不了那混蛋的话 就干脆去找他好了 你怎么能这样说 说这么不合情你的谎是吗 我也不晓得我怎么了 但是我受不了 每天看到你那么愁眉苦脸的样子 算了我也想通了 你呢是个菩萨清藏 立志呢要普渡纵身子 你就当做董七伟 他是病的去替他看病好了 说些什么呀 其实啊真正有病的是我 只是你不愿意替我看病 什么病 神经病啊 没事把你往人身上推 我又何须拼 拼回首 随风而誓 随风而誓 我又何须拼 拼回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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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吓我一跳 我还以为你不理我呢 给 给个药 还是不好 等我洗干净了再拿好不好 拼回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怎麼這麼緊張 你怎麼這麼緊張 你不知道有人在監視我 我是說真的 真的有人在監視我 是太原 剛才我們還聊得挺熱鬧 他溫動溫習的 好像挺關心 你不知道他在套你的口風 他不只是在監視我 他連家秀都會欺負你 我知道家秀在翁家 一直都不好過 我想幫他忙 可是我有心無力 家秀的事情 也許我幫得上 也許現在可以回診所 去跟我做 這倒是個好辦法 我看你還是先回去 我怕你受到牽連 你還要看你 탁源 把事情跟他們說清楚 不是 這也不能怪舅舅生氣 是我親眼看見的 假的 要是不信,你們可以去問礦商的人 齊偉是舅舅的女婿 她花了舅舅的錢開礦,頂了表妹的牌位 舅舅也認了 可是齊偉不該得寸進尺 目中無人的欺負人嘛 舅舅給蒙了,她老人家寬宏大亮 可是我們董家怎麼見人呢 齊偉回來,我一定好好教訓她 她睡到礦場上,根本都不回來 你怎麼教訓她,我去礦場找她 好了,好了 我這次來呢,我只是跟你們說一聲 以後齊偉再做出這種敗壞門風的事情 我是絕對不會對她善罷甘休的 親家風,使不得 王有王法,家有家規呀 這樣要是掀出去的話 大家弄得都不好看 您的臉上哪兒放啊 你們就吃定了,我耗面子 所以什麼事情不敢張揚出去是不是 親家風,話不是這麼說呀 人要臉,樹要皮 這個事要是掀出去 叫左右臨舍知道了 對我們大家都不好 親家風,大人不計小人過 我們不要給他們一般見識 把身子氣壞了也划不來呀 您說是不是啊 好,我看在跟他父親的交情上 我這次,我饒了他 如果他下次再不改過 我是絕對把礦場的資金撤回來 我叫他沒有理俗之地 我也不會對他善罷甘休的 是是是 小,沒事兒 還不給親家公道歉 親家公,對不起 家教不言 齊偉回來,我一定好好教訓他 我教他向您陪布施 請您原諒他 親家公,齊偉的事 我一定會給您一個滿意的交代 礦場的錢,您千萬不要撤回去 您放心吧 但是,話又說回來了 一個巴掌打不響啊,是不是 要不是那個斯敏那個丫頭 對我們齊偉,我們齊偉也... 好了,好了,好了,我走了 舅舅,我送您 來,來,來,喝酒,喝一 齊偉是我的女婿 我可是一視同仁 從來沒有偏袒誰啊 我們斯敏不對 齊偉沒錯 這光棍十大九九 五大嘉一 別難為他啊 憑良心說啊 我從來沒有難為過任何人 這年輕人嘛 他們要怎麼著,就怎麼著 他們也顧不了那麼多 可是你我是有頭有臉的 咱們是就怕這個外面這個非短流長 萬一要是栽在他們年輕的手裡頭 那我們這一世一年不就完了 就不能夠做人了 所以,我們呢 要注意 不能夠讓我們在地方上 不能混哪 不能混 對啊 你要好好做人 好好做事 嗯 這可是你說的 嗯 對了 這斯敏又不是你親生的女兒 你幹嘛替她扛啊 這萬一她,她幹嘛又不理你緊啊 不要說了 你要說什麼我都知道 這,這無非是一個善良不正 善良不正 這是你說的 我可沒說 善良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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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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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有什麼話你就說吧 這個酒後突身眼呢 來,來 哎,這個,我說一句話 您可别见外 这酒凤知己千杯少 这你能说得出来 我就听得进去 你不要避讳 你避讳了 那就是见外了 你说 我 我是 真配合你 一个排位就能找个女婿 我配合 我也配合你 你不用排位就可以找一个医生的女儿 干杯了 我又何须拼 拼回首 随风而识 随风而识 我又何须拼 拼回首 醉了 来 来 今天 进来吧 思敏啊 再给您泡茶 来 我给您拖鞋 来 别叫他出来 我喝多了 待会儿 把帽子给 思敏啊 我要好好地骂 快点 先生 回来了 您先坐 坐下再骂 给您那么多年 您还没骂过我一次呢 我 我想骂你 可是骂不出口啊 别人不了解你 我可了解你 孩子 哎 不要说别人 我说我 你看了也是喜欢你 先生 哎 这怎么能怪你呢 啊 嗯 过去的就让他过去了 哎 以后 要得要小心谨慎 哎 嗯 我不是说叫 关心别人 先要关心自己 就算你是蜡烛 点燃自己 也 也不一定能照亮为人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 有的人哪 是照不亮的 因为他是挖霉的 不照还好 越照越黑了 这几个是不是死刑犯啊 哦 哈 大概这几天就要拖出去枪毙了 哦 这几个是不是死刑犯啊 哦 大概这几天就要拖出去枪毙了 哦 久违了 世元大卫 是你 很意外吧 我们又见面了 新调来的调查科科长 就是您 是啊 想不到 我们要共事了 人家是接受大佐的领导 是祭福的荣幸 那个老家伙不吃不喝 不能枪毙就完蛋了 那不正好 替军部省下一颗子弹 听说他干过胡子 什么叫胡子 管他什么胡子的 瘸子的 反正这些人 都是跟皇军作对的 队长好 把门打开 是 免得上 是 你还好吧 死不了 你为什么要隐瞒我 你真实身份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过去的一切 随着我离开东北 全部消失 是 现在 是到台湾来找亲生女儿的人 这就是我真正的身份 这么说思敏就是 少废话 我只问你 我能不能够活着离开这个地方 我恐怕无能无力 我绝不能死在这儿 我绝不能 那日我会死不瞑目的呀 你可真是有眼无珠啊 你居然敢这样叫我 别认为你自己 我说过 我们是朋友 朋友 朋友 那你可真是有眼无珠 认识我这个胡子 行 既然你说是朋友 那么你答应我一件事情 说 还有什么通道 要杀要挂 轻随吞变 扒给亚楼 我说我就一枪毙了你 少啰嗦 随便你怎么样 你敢跟我这么说话 来 你需要我帮忙吗 找死你 姬夫少爷回来了 找你父亲 他在书房呢 有事吗 有事吗 我 我想向你借几本书看看 新闻哪 新闻哪 我是说 你这大盲人 晚上睡不着 想看看书 打发打发时间 那就看小说吧 好 左面是日文的 右面是中文的 你自己找啊 好 高大叔 什么时候可以出来 他身体还好吗 我跟你说话嘛 对不起 我再专心找书一条 我看你这样子 魂不守舍的 怎么了 思敏 如果 高天愁真是你父亲 你会怎么样 你还想这个呢 他不是说过了吗 只是为了进来 才使得记忆 这次可能是真的 我不开心 我也希望是逗你开心的 但是高天愁他 怎么 怎么 你说呀 别端着了 老家伙不会吃的了 上面交代不端也不行啊 去去去 开门 老头吃饭了 吃饭了 不好了不好了 什么事 他晕过去了 给我装死 传你下去 给我杀病了 四大叔 千万不可以了 你想给这狐狸牛条活命 八大叔 我只是暂保他一命 等他利用价值 完全上市为止 没有用 这个老胡子硬要死 打死 打死不说一个字 不然的话 我怎么会给他 灌死死囚监狱呢 八大叔 如果我们硬的不行 的话 为何不来软人呢 这叫智取 八大叔 以他在东北之分 到台湾来毕竟有作为 如果还没有套出他同党之情 就杀了他 是不是太可惜了 我 你能奈何了他 既不愿意试试 好 这件事 想要给你处理 可是大公一见吗 是 我又何须拼 拼回首 看看你们两个 精神散漫 服装不整 大日本帝国的脸 都给你们丢光了 现在立刻到厕城就跑十圈 是 再慢的话再加十圈 是 你能来看我 我很高兴 真的 这样啊 我就可以安安心心地 聊五千瓜子 走了 别那么说 我 你让我说 我能看到你 我心愿意了 我死不服气了 爹 你死不服气 不要这样子 不要这样子 让咱们爷儿俩 好好地聚一聚 应该是我们一家 好好地聚一聚 不要妈为你妈了 她应该来的 我去求她 她要是还念在我们过去的情分 从我第一天进这个牢 她就应该来看我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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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手上戴着那个镯子 正像做梦一样的 我明明记得 那是我买给亭芳的 我记得当时她还说 没想到像你这样粗质大业的人 还会有这么好的眼光 还会有这么好的眼光 她说啊 真是好听 赵嫂 我妈呢 太太这时候应该在屋里睡不觉呢 这家人最近怎么了 好像都掉了魂似的 妈 这镯子是谁给你的 你问这干什么 是不是一个男人 思念 你怎么从一进门 就问一些没头没脑的怪话 那人是我的父亲 不许乱说 我没有乱说 你为什么不去见他 思念 难道 你对我们现在这种 安安静静的生活 你不喜欢吗 想到高大叔现在的样子 我没法计划 听我说 上一代的事情 你没有必要知道 你也没办法解决 我当然有必要知道 令人是我的父亲 是你的丈夫 知道吗 她马上会被枪毙 是继父她 继父救不了她 她是左总部一直要抓的 那个胡子 左总部来台湾了 是她 我求你 无论如何你去见她一面 能够安心心地走 你是一个善良的人 可是我 妈 看在我的份上 我曾经答应过一个人 永远不见高天超 是先生 我去跟他说 他一定会答应你 刺你 我的事情由我自己决定 相信吗 该怎么处理 我心里有数 你让我安静一点好不好 好 张嫂 思敏呢 回医院去了 张嫂 我想在书房静一静 没有我的允许 不要让其他人进来 其他人是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只是想休息一会儿 您既然想休息 为什么不回屋里 好好歇着呢 我喜欢书房 各位 麻烦给我接一下宪兵队 谢谢 请问一下 左左目大左在不在 夫人 大左有请 谢谢 好 喜哥 真喜哥 请坐 请坐 谢谢 咱们这个不起眼的办公室 会让棺材起来了 大佐 客气 我们都是老朋友了 来看看大佐 也是应该的 我才跟季夫谈起 说改天有空呢 到府上去拜访 好跟院长续续救 那真是太欢迎了 不过续救在其次 给大佐您接风 那倒是真的 不急不急 这次大家光明 想必有什么事情了 那我就直说了 有一件事情 想请大佐您帮忙 只要我能力办得到的事情 当然 这个人的性命 现在就握在大佐您的手里 您说高天朝 是啊 你把他说起了 可见你们关于匪前了 不门大佐 他是我的一个远房亲戚 他犯的罪你 你不会不知道吧 就是因为非比寻常 所以才来请大佐您帮忙 高台贵手 哈哈哈哈 你太看得起我了 我只不过是一个小偶大佐 别说我大佐 就连军部的司令 恐怕都没有这个权力 大佐 这么说您是不肯帮忙吗 我不是不肯帮忙 我是没有道理帮忙 我来的意思 就是想请大佐 找一个道理来帮这个忙 好 只要他肯将功责罪 替皇军做事 我可以考虑考虑 这个问题 我来想办法 不过 在时间上 还请大佐 多宽限两天 好 这可是你答应的 当然 也有特殊的病例 比方说每个人的生活 齐聚啊 饮食啊 环境啊 都不一样 对对对 饮食问题 爸 肚子饿不饿啊 我看是你饿了吗 张嫂都弄好半天了 再不吃 菜就凉咯 我再等一下 奇怪啊 你妈从来没有在外面耽搁这么久 是 一定是大爷回来了 师哥 谁又得罪你了 大概又是什么抗日份子捣乱了 哥除了这个 什么都没兴趣 你懂什么 爸 你看哥 好了好了别闹了 吃饭了 早早啊 开饭吧 好 爸 你记不知道你方医去了哪儿了 你不知道吗 他去找高天仇了 真的 下午我在泄民队里看到他了 跟左总和大佐在一起 难道还是假的吗 你们在说什么啊 你 你们在搞什么鬼啊 先生 这高天仇是什么人哪 被人家人的 老闆 要他 真有没有 就是 他 就 他 我就了 你 你 找他 他 就 我 你 是 对 这样 真的死了 可是沒有想到事隔二十多年 他居然會活著回來 而且還來到臺灣 這就是你沒有同意 我們會去的真正原因吧 先生 這也好啊 你們一家人又團圓了 真好 真好 當初我沒有勉強你嫁給我 沒有想到我只做了一件好事 先生 請你不要用這種態度 對我說話好不好 難道我會有其他的選擇嗎 我保證 我絕對不跟他見面 可是我是為了 我才去求左左目 讓我放他一條生路 先生 二十多年來 我從來沒有一件事情難過你 騙過你 這一次事出突然 當時 我是為了要救人的命 所以 我們又先告訴你一聲 那是我錯了 所以你生氣 那也是應該的 我並不怪你 你為人善良 寬厚 我相信 你也希望能保住他的命 對不對 對 我並沒有管你去找左左目 好了 那從今以後 這件事情就讓他過去 往生也不許再提了好不好 好 我 你也要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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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要 你也要 我 我 你也要 愛上天地 如果不能愛上你 也曾經想和你 天天一起 把一生當作一季 愛上天地 如果我能迷背迷雨 多少的罪和心 都化作成你 要站在你 不會忘記 那一刻誰 奈過我的心 我會失敗 我會失敗